荒田无人耕,一耕有人争 肚里无时无人知,身上无一受人欺 合伙租船船会漏,两家养驴,驴会受 好猫难抵鱼引诱,人不交往,看不透 打开视频的有缘人 这回呀,终于把你给判来了 如果今天呢,再等不到你呀,那我可真的摔骂了 我是班也没上,饭也没做,就连孩子也没去照顾 一直在这傻傻的等着你的到来 我预感呢,你就会来看我,不会让我大失所望 你看吧,我没白等,今天呢,终于把你给等来了 如何让男人快乐呢,今天啊,我就来告诉你 这个方法,谁用谁收益,点赞收藏起来 要不然呢,看着看着就找不到了 第一个呢,就是要喂饱他 你把他喂得饱饱的,他才不会跑到外面去偷吃啊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 鼓励他,哪怕是说啊,他创业失败了 你也不要去指责埋怨他 要多给他一些温柔,多给他一些鼓励哦 第三呢,就是多给他制造一些浪漫的气氛 时不时的呢,给他的生活增加一些调味剂 最主要的是你要多给他一些私人的空间 不要整天就是疑神疑鬼的 跟侦探一样,搞得就像警察抓小偷一样 相信我说的话,你们家的老爷们呢 肯定会把你冲上天 那么他开心了,你不就开心了吗 你们的婚姻生活自然就和谐了 美满了,你说,我说的对吗 媳妇,刚才姐夫打电话了 说请你帮个忙 请我帮什么忙 这不姐夫跟姐嘛 要孩子要三年了也没有 咱俩二胎都老大了 她俩着急,合计找你帮个忙 那啥,姐夫也不是外人 那就帮呗 行啊 行,我行 主要是姐乐意不 我姐有啥不乐意的呀 咱借给她钱 她还能不乐意啊 啊,借钱呢 这不她俩合计做个试管吗 差三万块钱 合计跟咱们借一下 没有 刚才不还说行吗 没有 关系再好也不能说的三句话 一定要烂在肚子里 尤其是第三句 一旦说了 你就会后悔 如果你不信的话 听我说完 你慢慢评 第一 不要把家里不开心的事 去给朋友倾诉 你要记住 没有人会同情你 反而会把你的事 到处宣扬 让你成为他人眼中的笑柄 千万要记住家丑不可外扬 二就是和你关系再好 也不能透露你的隐私和弱点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你的秘密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份危险 一旦两个人闹得不愉快 你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 有句话说的好啊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三 不要暴露你成功的经验 不管你有多成功 都不要到处炫耀 没有人希望你高过他 这世上除了父母 没有人希望你过得比他还要好 永远不要把你的秘密 和你的遭遇告诉别人 你暴露的越多 你将失去的会越多 这就是人性 男人上厕所 上前一小步 文明一大步 女人上厕所 不要蹲太高 免得到处飘 力度控制好 阿姨好打扫 往下蹲一蹲 不领脚后跟 蹲完抖一抖 没指也能走 哎呦你妈 福儿 这是什么需要能帮到您的 你有对象吗 没有 那哥给你介绍个对象 好呀 你是想要二十岁年轻 七成的小伙 还是想要六十岁的老头呢 当然就老头了呀 为啥呀 老头好 老头妙 老头跟我头一样少 问题老头是还少 最主要的是老头走了还能找 你说与其陪一个男孩长大 还不如跟老头唠唠心里话 最主要是老头有敌宝 走了还能找 哎呦你妈 这小小老骗着 太精明了 过了眼呢 高手 夫妻之间不能对外说的四大秘密 保护家庭保护自己 一定要从保护隐私开始 你认同吗 新婚之夜 新郎发现新娘肚皮上纹了一个二维码 于是好奇的拿手机扫了一下 看到结果勃然大怒一脚把媳妇踹下了床 第二天就拉着去民政局离婚了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监定结果出来了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你带两个孩子走吧 这些年 抚养费 精神损失费 这些我也不找你要了 离完直接走人 凭什么我带两个孩子呀 两个孩子都不是我的 还要我给你养啊 搞笑 那我要带也是带一个呀 那大大儿子是你跟你前妻伤的 跟我有啥关系啊 结了婚的男人真的很脏吗 最近呢我刷到了一些视频 有很多的女人呢都在吐槽自己的老公很脏 我真的是接受不了了 这不就是污蔑男人吗 我来呀告诉你为什么 首先第一条说呢 就是男人洗澡啊 擦脸上擦屁股上用的是同一条毛巾 那我就想问问你 他是同时擦的吗 难道你在洗澡的时候要用好几条毛巾吗 有擦手的 有擦脸的 有擦屁股的 还有擦脚的吗 如果男人他要是和女人一样细致的话 那他娶老婆干嘛呢 还有的说呀 自己老公睡的床单啊不干净 和你的不是一个伞 但是呢 你就说他本来就是雄性 他的汗液就是比较发达 体脂不同 脏了的话呀 你换洗一下就可以了 哪来的那么多抱怨呢啊 你早晨起来蓬头勾面的时候 你老公也从来没嫌弃过你啊 冬天怕冷的时候 你往他被窝里钻的时候 你咋不嫌弃他脏呢 还有的说呀 男人不洗臭袜子 洗澡的时候啊不换内裤 那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准备好 你一方面要求他事业有成能挣钱 一方面呢 又要求他细致入微 能把自己收拾好 那我问你 他要你是干啥的 男人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养家 家里的大事小情啊 就是你分内的职务 你每天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 那为什么就不能把你男人也收拾的干净利索呢 况且呀 这和脏不脏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男人们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觉得我说的对的啊 必须点个赞 男人占女人便宜叫什么 叫调戏 女人占男人便宜叫什么 叫勾搭 那男女互相想占便宜叫什么 那叫爱情 咋mmmm… 算了 我 sabemo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